好了,我們看看這題目如何做 第一條是 Simplify 這個 expression 以及將答案用 positive index 去比 看看做法 A 的負五次方, B 的負四次方,再三次方 除了 A 的二次方, B 的負三次方 我們就可以將這個三次方直接成入裡面 因為這個括口裡面只有一個 term 我們就可以將次方直接成入 就會變成 A 的負十五次方 B 的負十二次方 除了 A 的二次方, B 的負三次方 接著我們會做過的除數 同底相除,次方雙減,底不變 所以 A 的負十五減二次方 B 的負十二減負三次方 所以我們就可以做到 A 的負十七次方 B 就是負九次方 因為我們的答案用正指數表示 所以就會將它們變成隱憾分母 A 的負十七次方 B 的負十九次方 但發覺分子什麼都沒有 我便會補回一比 第一條就是這樣做 到第二條 MAKE Y The Subject Of Formula 即是說 我的要求就是希望 Y 等於某些東西 左邊就只有一個 Y 右邊是完全沒有 Y 在這裏 這條題目的麻煩之處就是 它們的 Y 在墳母 有些同學會選擇 看到這裏有一個分數在這裏 所謂的交叉雙乘 那其實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用不到交叉雙乘 為什麼呢? 因為這裏後面凸凸了一個 Term 正義 你想用交叉雙乘的技術 去令到墳數消失 所以你要把這個地方 即是右手邊 通墳母 所以 1 除 X 等於 Y 3 加 2 Y 這樣做到這個效果 然後 你見到左邊也只有一個分數 右邊也只有一個分數 沒有其他東西 你便可以交叉雙乘 做法 分子多過一個 Term 的括實 墳母打對角感成 所以 左邊就變成 1 乘 Y 右邊等於 X 乘 3 加 2 Y 也就是 Y 等於 X 乘 3 乘 3 就是 3 X 再加 X 乘 2 Y 就是 2 X Y 然後 我們就把由 Y 的 Term 搬去一邊 二項 然後就把 Y 的 Common Factor 抽出來 然後把整個 Y 旁邊的算式 扔到旁邊 除 這就是答案 到這一條 現在就要 Factor 這兩個算式 你可以看到在 Part A 的 Expression 有些同學可能會用計數機去按 然後就會出到兩個數字 一個就是負二除以三 另一個就是正一 但是你寫那個 Factor 出來 你要很小心 因為題目說這個字是 Factorize 因式分解 即是說答案的架式 要是一堆 Product 一堆東西成賣 就不是計算答案 所以如果你用計數機幫你去按 的話 你就會出公期內 才會出到一個所謂的答案 但這個答案是代表什麼意思呢 其實就是 我可以把這堆東西 調轉 Factorize 變成 這樣的 OK 這裡就寫一些 Common Mistakes 給大家 有些同學就會這樣 這樣錯 Common Mistakes 有些同學會寫 3X加2X-1 因為習慣用X OK 另外有些同學會寫 3A加2A-1 他忘記了原來的B 另外有些同學會寫 就是 A加2OV3 然後A-1 這些 都是一個 Common Mistakes 你看看 2OV3是不合理的 因為題目本身沒有分數 OK 紅色筆這些就是 Common Mistakes 到Part B Part B 就是按照寫 3A square -AB -2B square -5A 加5B 見到前面這三個 Terms 已經可以用到A part的結果 就算A part不小心做錯也好 你寫這個也有分 還有 你可以避免這個錯誤 你看看後面這裡剩下的 Terms 如果你抽-5出來的話 就是A-B 好了 即是說 其實已經暗示了 Part A有一個 Terms 是A-B OK Part A有一個 Factor 是A-B 所以你看看後面這裡 其實你可以推論到 Part A有些什麼 Factor 其實可以推論到 這裏 這裏 相對比較簡單 去到這裏 OK 有一個 Common Factor A-B 寫一次 放在前面 後面 就是3A加2B-5 這樣就完成了 好 第四條 A Round Off 即是4寫5入 最傳統的 用藥值的方法 將這個 12.1234 改成3 Significant Figures 2.1234 用回紅 這個黑筆寫 2.1234 可以寫做什麼呢 我要拿第一個 Significant Figures 第一個 Non Zero 第二個 Significant Figures 第三個 即是你看看這個 進不進位 3 法國不進位 所以答案就是 2.12 沒有了 Correct to 3 Significant Figures 第四條 到部分 B Round Down 即是一定不進位 即是說 下寫入法 一定不進位 即是說 斬了尾巴 不要 Correct 這個Number 3895 To the nearest 100 100 即是哪個位 這裏有3895 3千 8百 OK 好了 理論上 接著看這個9字 一定不進位 所以見到9字也沒有了 答案3千 8百 Part C Round Up 叫上寫入法 即是說 一定進位 好了 5 6 7.2 3 5 4 去到一個Decimal Place 即是說 看看這個 數字 有些少少 抄錯了 3 2 5 4 好了 這個就是 這個小動作 一個位 而這個 你不用管 一定進位 所以答案就是 5 6 7.4 這個就做完了 好了 接著就要你 solve 這一組的 Inequalities 這一類 有一個名稱 Compound Inequalities 最大的 判斷方法就是 有一個邏輯字眼 N A N D 即是說 你要符合兩條 甚至 如果多過一條 多過兩條 就是要符合所有 Inequalities 即是你的答案 要符合所有的 不等式 我們首先 分開兩邊 去 solve 先 負5 加 x over 2 大過 正6 全式 乘負數 墊咀要相反 接著 把5 扔過去 減 x over 2 大過 2 中間 中間 你不用寫 N 因為你獨立 分開兩條 不等式去 solve 最後 你先把答案 連結在一起 接著 4-3 x 加1 大過-11 整個-3 進去 然後 就是 我們可以把 這個 負3 x 因爲 它的 coefficient 負 我們就移行 去到另一邊 正3x 接著 4-3 加11 好了 兩邊除以3 4大過 x 即是說 x小過4 即是調過來 好了 各自都 solve inequality 那如何去判斷 final solution 不用心急 我們就在 草稿那裏 試試劃出 解決 不要心急 都做到這一步 慢慢來 有一個 邊界位是2 同一個邊界位是4 第一條 不等式就告訴你 x大過2 在2上面 就這樣圈著 然後向箭咀 右手邊 為什麽是空心的圓形呢 因爲 等於2是不計 在內的 另一邊 就是x小過4 又是動一支棍 兩支棍的高度不同 一個圈 然後向左手邊 因爲要小過4 最重要的邏輯字間就是 在這裡 and 即是說 我又要大過2 同時間要小過4 我們就拿這兩個面積 重疊的地方 所以發覺在2和4之間 OK 所以你就寫 在這個邏輯字間 在香港的不等式 是要重疊的部分 take overlap region 接著就到第六條 今次的邏輯字間是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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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的意思 有不同中文所說的 要不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這個 要不就是另一個 非A則B 即不是這樣 在這裡邏輯上的or 就是在說 符合起碼一條不等式 OK 只要符合到 至少一條不等式 這樣就可以了 OK 好 我們最初的做法也是這樣 各自解決了 in equality 先把2丟成 變成-10 接著1加10 就小過3x 兩邊除以3 x 反過來寫 就大過11 over 3 好 各自解決了 另一方面 2 bracket x加1 加6大過x 整個2進去 然後把這裡 右邊的x第一個來減 以x- x大過-6 -2 x大過-8 好了 跟著 到你真的畫出 解決了解決 之前 你就自己 在這個rugrug那裡 試試畫解決 解決 現在有兩個數字 一個就是負白 在左邊的 另一個就是11 over 3 好了 第一個就是大過-8 OK 這邊 第二個就是大過-11 over 3 這邊 大過-8 我用紅色筆的陰影顯示 好 而這個大過-11 over 3 我用綠色筆的陰影顯示 好了 重點來了 握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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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握 一個最大的圓部 大部分 用最大面積 眼影游到那我就拿到在那 不管有沒有重疊 不管有沒有重疊 這些眼影游到那我就拿到那 所以 從大的做 crashed 一開始就有陰影在游 所以最後的解決就是X大於負擔 那條件就完成了 接著是這條 這條就說 Mr. Warn就是 Deposit 即是傳入 A sum of 200,000 In Bank A,In Bank B 他沒有Respectively 留心 他沒有Respectively這個字 即是說 他放入銀行A和銀行B 總數是20萬 不過不知道每間房多少錢 小心點 好了 比明這個就是 Simple Interest 單利息 單利息的公式是什麼呢 本金乘 interest rate 利率乘時期 Time 就是等於 interest i A銀行給的利率就是3.5% per PA PFood Stop AFood Stop 即是說 每年 每一年 OK 兩年之後 兩間銀行所收到的利息是一樣的 就問 A 銀行 究竟黃先生放多少錢 我們可以這樣做 Let X BD Amount Deposit In Bank A 我當銀行A放了X這麽多錢 那銀行B就放了20萬-X這麽多錢 銀行A一年年利率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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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放兩年 就會等於銀行B4.5% 銀行B4.5% 又放兩年 如果只用3.5%和4.5% 雖然你計算到答案是一樣的 但是會差一點 因為概念上是差一點 因為 那個年利率應該是以%去計算的 所以這麽多錢3.5% 應該除回100 這麽多錢 右邊4.5%應該除回100 那就真的做到 本金乘利率乘時期 這樣 當然了 你發覺運算之後 你會發覺那些100 都是兩邊 成走了 沒有了 所以你會計算到 X就是 112500 再加回答 The amount Deposit In Bank A Is 112500 這麽多錢 就完成了 這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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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CD 是 Quadriple 就是四邊形 A.Boy 等於A.Dot BC 是7cm CD 8cm ABCD 這麽多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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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 就很容易找到 直接 可以用 不時定力 進階版 不時定力的進階版 就是 cos 5 2 加7 2 5 7 cos 85 OK 你會按到 A.C 出來的答案 就會是 8.24 這麽多錢 C 當然 A.Part 就只問你 A.C 你可以留下 Free Significant Figures 但是 去到 B 你是有需要 A.C 所以 你應該拿到 幾個位置 起碼拿到 小數點後 五個位置 這樣才比較少機會 出現到 Round of Error 如果你一路 我拿著 Free Significant Figures 一路計算下去 你最後的答案 可能會 Round of 出現錯了 到 B 找A.D.C 這隻角 這個習慣就是 我們通常找完 一些資料 就寫回到圖上 譬如 找到 AC 8.24 009 那 Part B 我們就再用一次 cos cos Angle A.C A.C 就會等於 夾著 那隻角 那兩條邊的 Square 加起 減對面那條邊的 Square 除回二成 夾著那兩條邊 即是八成五 OK 那你就完成了 先按 這一堆 同時 用計數機按 然後 Shift Cos Cos 就算到 ADC 就是 74.7度 這就是 3 square 好 接著 就到 這條 這條 就是這樣的 就說 X在0度 到360度 那就要 解決這條 好了 我們先寫它 6 bracket 1-sine square x-cos -5 等於 0 1-sine square x 其實就是cos square x 為甚麼呢 寫回一個 remark sine square x加cos x 就是1 所以 cos x可以寫成 1-sine square x 然後 這裡 你會發現 其實是一條 隱藏的 quadratic equation 就好像是 6u square -u-5 等於0 所以你就當 cos x 其實是u 這樣去處理 就可以了 我們就可以factorize 6cos x 加5 整 cos x-1 等於0 這樣處理 好了 現在有兩堆東西 等於0 綠色這堆 和藍色這堆 雙成等於0 即是甚麼 即是綠色這堆 等於0 或者 藍色這堆 等於0 所以這裡 我們就可以分兩條 的evaluation cos x等於-5 over6 或者 cos x等於1 如果cos 是-5 over6 的話 你就會計到 x 是146度 或者214度 如果cos x是1 即是說 你就會計到 x 是0度 或者360度 所以就有四個答案 x等於0 x等於0 146度 2 14度 和360度 這條數就做完了 接著這條 這條就是行程圖 tine x tine x tine y 就是距離40公里 OK 現在 顯示 car A 和car B 在同一條直路 出發 在7時半的時候 兩輛車開始出發 就去到9點半 好了 A 就是 concent speed concent speed 就是固定速度 均速 car B 就是在中間 有透過的 A part 就問 Car A 去到time x 有多遠呢 什麼時候 就是8點15分的時候 即是說 我們看著Car A 8點15分的時候 即是問 這個 這個數字 是多少 OK 這個數字 是多少 我們就拿著速度去做 OK Speed of Car A 其實就是 40 除 2 當然要給單位 就是20km per hour 好了 接著你就再計 由7點半到8點15分 它走了多久呢 Distance Travel 就是 將速度 20km per hour 成為 時間 時間是什麼呢 45分鐘 但你要轉為小時 所以除了60 看出來的數是合理的 因為45除60 也不夠一個小時 所以 記得 由minute轉為hour 是除了60 算到 15km 即是 D這個位置 就是15 好了 B 就問 在7點半之後 他們幾點再相遇 就是 我們要計算 這個時間 T 好了 我們假設什麼呢 假設他們在 大階T 大階T和小階T 小階T是顯示的時間 比如說 8點20分 8點30分 那些 我這裡的T 就是 大階T 大階T hour Be the time taken for them to meet 好了 不是說7點半 也不是說9點半 OK 那我們就可以 怎樣去做呢 我們知道 Speed of carA 就是20 好 而這一刻 你也知道 CarA應該是 走到22 距離除時間 就是那個速度 所以 T 你會計算是 1.1個小時 好了 這裡比較煩 1個小時你就知道 整數這裡是1個小時 對不對 這個0.1 這裡怎麼理解呢 0.1個小時 你可以把它變成 10分之1個小時 即是 6分鐘 行不行 因為1個小時有60分鐘 所以10分之1個小時有6分鐘 所以 那個時間就是 7點半 再加1個小時 即是8點半 8點半 再加6分鐘 即是8點36分 即是8點36分 就寫8點36am 他們 在7點半之後 再預算的時候 就是8點36am 好了 Part C 就說了 那 Driver of Car B 就聲稱 Car B 的平均速度是高於A 那我們就看看 對不對 我們要計算 Car B 的平均速度 OK 由8點3到9點半 Speed of Car B 從8點15 到9點30 就是多少呢 我看看圖 40 減22 就是Total Distance 好了 至於經歷了幾個小時呢 8點3到9點半 即是經歷了1個小時 015分鐘 即是1由4分1個小時 1由4分1個小時 即是1.25個小時 所以這份帽子 會放1.25個小時 計算出來 會計算是14.4kmh 好 留意了 這裏 這裏 14.4 就是 Car B 它是小於20kmh 一定要有這個 的比較 一定要有 那就很清楚 這樣寫明了 Car B 的速度 其實其實 是 慢過Car A 的速度 所以 這裏 這裏 主要是 第一 考慮速度 和時間的關係 第二 考慮速度 和時間的關係 轉換 好 接著這裏 這裏 這裏 就是 有個三角形XYZ 就是一個 acute angle突然角 即是銳角 三角的速度 三角是小的角度 大階 P就是周界 A 是面積 R 是 R 是 In Circle 即是裡面的圓形 是什麽是裡面的圓形 弄個公仔出來 大約 X Y 首先畫一個 In Circle 就是這個圖片 剛剛好碰到裡面的圖片 就叫做 In Circle 那 Radius 如何 define 呢? 第一要先有 Center 線 例如我當 O 就叫 Center 如果 O 是 Center 的話 即是說 我從 O 這裡拉一條垂直線 去到這些 Contact Point 接觸點 就會是一個的半徑 OK? R 我怎麼知道它會成直角 因為這三條的邊長 其實是剛剛碰到的圓形 即是我們俗稱的 Tangent 其實這三條線是這個 Circle 的 Tangent 根據 Tangent 和 Radius 會互相 Perpendicular 這個概念 我們就知道 這個 In Circle 所畫出來的 Radius 會與三角形的邊長 是互相垂直 知道這東西有什麼用呢? 有一個垂直線 我們就再把這些線連起來 你就會發現可以把它斬開三個三角形 所以我們就可以寫了 A 即是 Area of Triangle XY Z 就可以把它分成三部份 Area of Triangle O X Y 加 Area of Triangle O X Z 加 Area of Triangle O Y Z 加這三部份 O X Y 這個三角形的面積 可以怎樣找呢? 將底 X Y 乘回 R 再除2 加第二個 三角形 O X Z 的面積可以怎樣找呢? 就是 X Z 乘回半径 R 除2 再加 O Y Z 就是把底 Y Z 乘回半径 R 再除2 你會發現有 Common Vector 就是 R 和 O2 抽 Common Vector 之後 剩下 X Y 加 X Z 加 Y Z 你看看 X Y 加 X Z 加 Y Z 其實就是 Perimeter 周界 所以你能看到 Area 就是一分之一 乘P乘R 到 Part B 這樣 它給了三條邊場 就說明了 Heron's Formula 就找這個三角形 X Y Z 的面積 不難的 首先找到周界的一半 純粹代數字去計 然後就找Area Area of Triangle X Y Z 開方 將 S 乘回 S 減 A 乘回 S 減 B 乘回 S 減 C 開方 1 1 3 7 5 就是這樣 B2 我這裡寫漏了 應該是 B1 B2 就找回 Circle 的 In Radius 這樣也不難 用回 A 排的結果 這個就是面積 1 2 1 乘回 50 這個 50 就是三角形的周界 R 就是 4.27 所以 The Radius 是 4.27 這樣就完成了 到這條了 以知 X 等於5 是其中一個答案 of 這條不等式 沒什麼特別的 你就代入去 代個X 等於5 5 減 K 5 減 2 K 小過 3 然後拆過都成開了 就變成了 25 減 10 K 減 5 K 加 2 K Square 減 3 小過 0 所以 2 K Square 減 15 K 加 22 小過 0 這裡如果你要用計數機按照 你會出到兩個答案 一個就是11 over 2 一個就是2 那你就要寫一個Factor Form出來的 2 K 減 11 K 減 2 小過 0 這裡你就小心一點 它跟Linear 的 Inquality 不同 這個Variable 是2 我們叫做 Quadratic Inquality 這些 Quadratic Inquality 你要畫一個Solution出來 你要好小心 如果是Linear 的 Inquality 你會發現 那些答案的線 是一個箭咀 打橫行 但是 現在你考慮的是 Quadratic 之後 你畫的那個 就不是橫線 那麼簡單 是一條拋物線 這個拋物線 怎樣畫的呢 留意 第一 將那些 邊界位 抹回去 橫式的數線 然後 然後 就畫回 Palmarine 這樣 為什麼它是笑口呢 這樣 因為 看回這個 CoEfficient K² 2 是大於0 所以 這個Graph 就開了 現在你想要的是 小於0 小於0 你可以想像成 Below Horizontal AXS 要在橫線以下 Graph 即是公仔要在橫線以下 曲線要在橫線以下 即是這個範圍 OK 那 由回出來 即是中間這一節 K要在中間這一節 因此 K要在 2 和11 over2之間 這樣才會做完 OK B 如果K的整數 寫下 所有 可能性 K的所有可能性 3 4 5 因為K在2到5.5之間 11over2 其實就是 5.5 OK 2到5.5之間 的整數只有3個 就是3 4 5 好 接著是這條 這條比較煩 第一它沒有圖 你要自己畫圖 OK 第二它都牽涉了幾多的概念 Kone Sphere 等等 以知 Base Radius and Height Invert 就是倒立 倒轉了 Conical Vessel 這個就是 有一個 追體的 圓追體的 它不一定經常出現 Kone 這個字 它就會Conical Vessel 即是解容器 就是用來裝水 也好 裝液體的東西 OK 好了 Base Radius 是28 接著 高度 96 高度 就是由 尖尖位 APEX 到 這裏 長度 96 A 找回 容器的 容量 用來 用來 公式 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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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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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水就是在容器裡面 而波子就完全浸在水裡面 而水位的最高位 就剛剛碰到水面 波子的最高點就碰到水面 即是說,如果要畫得 詳細一點的話,就是這樣 有波子在 哎呀,都畫出了界 再來 再來 這樣 有些水 剛剛浸在水面 是這樣的 好了,但如果要畫立體圖 你真是很難看到有什麼可以做的 所以這裡 我有一個建議給大家 就是畫一個橫切面圖 橫切面圖 原來空的橫切面是一個三櫃 半徑28 這裡 28 這裡高,96 好了,球體又如何? 球體就剛剛碰到這裡 圓芯 好了,圓芯和這個接觸點就互相垂直 就成7 然後,水位剛剛碰到它 好了,你發覺到了 開始有一點點看了 有什麼看呢? 第一,有直角出現了 而這裡 這個水平線 和這個圓柱底高度 也是成直角的 就是說,這裡暗示了 有可能會有些 SIMALAR TRIANGLE 出現了 因為水位和底是平衡線 你可以這樣想想 所以,你畫這圖 如果你想很清楚地用到這些SIMALAR TRIANGLE的關係 要不就由腦袋自己把圖構想出來 要不就自己 在草角上畫得更大 更漂亮 這樣才能夠想到 條數是怎樣做的 這個7 動力隨著先進去 28 28 整個高96 這個水平線 這樣 這裡成直角 好了,現在你要做的B1 就是找回這個 RADIUS OF WATER SURFACE 即是這一節 其實都是長R R OK 好,那我們又可以怎樣去 入手呢? 首先,我們可以看看 其實我們可以先記錄一些 名字 這裡是V 然後這裡就是 B A S P Q R 這樣 這樣 這裡有幾個三個人 其實是類似的 第一 A B V 和 P Q V 是類似的 因為這兩隻 因為這兩隻都是直角 另外就是 Share Command Angle OK 所以,你就可以拿到 它們的底部的比例 就是 28 即是AB AB除了PQ 會等於 高度的相差 會等於 BV 除了QV AB就長28,PQ就長7 接著,這裏就可以知道 BV就是28的Square加96的Square開方 QV就會計算到是25 接著這個重點,你知道紅色這一節是25 現在我游了這一節,幾長呢? 好像不知道,其實一樣是7 因為這個球體剛剛碰到水面 都是半徑來的,QR 所以,VR其實就是紅色的25 再加上深色D的那一節,7 即是32 你知道這個是32 另一方面,你就可以用另一個Square Triangle 就是Triangle VRS和Triangle VAB就是Square 這個異體一點 VRS這個水平,這個小一點的直角生軌 和大一點的直角生軌,就是Square 所以,你就可以用了 RS除28 就等於32 就是VR6 除VA96 所以,RS就是28 over 3 所以,也就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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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Radius 是28 over 3 那麼多Cm 那麼多Cm 那麼,B2 就找回 Volume of Water in terms of Pi 那麼,其實呢 只要把 我現在藍色游到整個 這個中型的追體 選擇球體體積 就變回水的體積 OK 因為這個 我現在游引這些小陰影 當作水 才算 再加上這個球體 就是這個 細追體的體積 所以,反過來 我用細追體的體積 3分1 乘π 乘28 over 3 乘2 乘高度32 再減回 4 over 3 乘π 乘7 乘7 三次方 這麼多Cm3 剩下就是水的體積 471 又 23 over 27 乘7 這麼多Cm3 那麼,這個數就完成了 好,接著第14條 以至,這個 Log Y Basebar 是Linear Function Log X Base 2 當然也是這樣 先畫 打橫這個 就是Log X Base 2 打折這個 就是Log Y Base 8 這樣 Vertical Axis Intercept 就是3 然後 Horizonal Axis Intercept 就是-4 就是這樣 這樣 好了 如果是直線 穿過它 穿過這兩個位置 來一次 這樣 來一次 這樣 好了 你要做的就是 ExpressLog X Log Y Base 8 Log X Base 2 可以怎樣做呢 這樣 我們可以第一 先找到那個 的階段 先找到那個階段 就是 3-0 0-4 就是 3-4 然後 我們就可以寫了 Log Y Base 8 就等於 Slope 乘回 Horizontal 的Variable Log X Base 2 再加一個 Vertical Intercept 3 這裡 其實就是 那個格式 就是所謂的 Vertical Variable Y Y 等於直線的Slope M 乘回Horizontal 的Variable X 再加 Vertical Intercept Y 就是Mx加C 其實這就是 Slope Intercept Form 那樣的意思 就是 你當這個Vertical Variable 是大加Y Horizontal Variable 是大加X Slope 其實就是M 而圈著這個 其實就是 世界C 這樣的概念 那已經完成了 這個分別 知道 這個分別 就是 大加A 和小加B 如果 y是A 乘乘X 等於B次方 像同層 人們的X 和普遍 而且是X 而同大加a 不是 所以 做法就是這樣的 首先 我們用的 小技巧 就是 越轉B.B 和B.2 因為B.2 一個B.2 我們轉為相同的Base就是這樣 Base這個就擺分母 原本被人拆除那個就擺分子 接著這個Base任你選擇什麼 你選擇2也可以 你選擇5也可以 你選擇10也可以 一樣Base就可以了 不過這裡我們會選擇2 方便做 和旁邊的Base一樣 3Mover4 LockXBase2 再加3 就可以寫作Lock8Base2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 2的3次方是8 所以3可以寫作Lock8Base2 Lock這個用途是主要用來找次方 OK 接著下一步 我們就會把 LockYBase2 3 就等於這個 LockX3 3Mover4次方 再加Lock8Base2 這樣寫 將這個次方 3Mover4次方 搬到次方 然後 LockYBase2 就寫作Lock8X3 3Mover4次方 Base2 這裡就用了 Lock8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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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Y就等于512X的9乎4次方 所以大解A就是512 小解B就是9乎4 这些数据就完成了 接着第十五条 有个Quadratic Graph和一类直线 A part就说 L Intercept C Add 这里是2Distinct Point 即是说什么? 塞完一齐之后 那条Quadratic Equation 那个Discriminate大于0 OK 所以我们就直接写 Y等于2X2加5X加8 Y等于3X加k 将Y消失 代替它 写成这样 然后将所有桿子搬到左边 8-k 8-k记得确实是Constant 好 好了 那你就写了 因爲 L Intercept C at 2Distinct Point 所以Discriminate才会大于0 也就是说 所谓B2-4A2 C就是整个8-k 拆过成 k就会大于15 over 2 然后Path B 就是说 假计L 是Tangent to C B1 就是说 K的数值 既然 K大于15 over 2 就会让 两条 整个价格有 2个双交点 我只要 刚刚一个双交点 即是K 就要刚刚等于15 over 2 这个就是 边界位 B2 就说 如果刚刚好碰到一点的话 问回双交点是多少 那我们就将K等于15 over 2 如何处理好 这里本身有K 我们将K等于15 over 2 将K等于15 over 2 2X2 加2X 加2X 加Q 8-15 over 2 等于0 就会变成这样 全式乘2 4X2 加4X 加1 等于0 可以把它factorize 这里你留意 因为 就碰到一个contact point 所以 X 其实应该是repeated root 就要写回 如果这里你计算了 两个答案 就代表你计算了 X 是负二分一 Y 你也要计算 再回到直线 去计算 Y是6 所以 那个座标 就是 负二分一 就是6 这样做才叫做完 好 接着就看看 第16条 第16条 这里 fx就是这个 说明 用method of computing square express the coordinate of vertex vertex vertex的名字叫做s OK 好了 A part 这边一直都写fx 在这里 因为如果不写fx 和x的 coefficient 是2 这边是-4k 总之 x2的 coefficient 不是1 你就要抽 OK 今次 x2的 coefficient 是2 你就抽2 再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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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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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k all square 后面这两个,2k square 减掉了,只有k加8 这就是典型的 vertex form 所以,s 就是 x 座表 k y 座表 k加8 老实说,真的计分的地方只有三度 第一,你这项 懂得加一个,减一个 第二,写回 vertex form 第三,写答案 中间的运算步骤其实没有分 B 了 B 了,就说 现在有个Graph Wider Gx 怎么可以 就是 Translating 即是转换 转换哪个Graph 将Wider FHC Graph 转换 如何转换? to write by 18 unit 即是向右移18格 向右移18步 然后,再将 下移18步 再向下移14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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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接着 现在就说了 要你找回Gx in terms of k 找回Gx in terms of k 好了 我们就看回 Part C 假设 T 就是Y 等于Gx 我们就直接写T 的座標是多少 OK 一起研究一下 我特别写在这里方便大家看 原本的Graph Y 等于Fx 就是这样的 这个就是那个座標 K K加8 OK 好了,接着 他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呢? 将这个Graph 做两个动作 第一 向右手边 行18格 即是说 这个Graph 在这里 留意 这个Point 都会向右行18格 就变成了 K加18 前面这个位置 OK 然后 就向下移14格 那这个Graph K加18 定了 后面 就会K加8 减14 因为你向下移14格 所以Y 座標 就是要减14 所以 就变成 K加18 K-6 OK 因此 你直接在这里 写回 K 加18 然后 Y 座標 就是 K加8 8 减14 先写回 T的座標 出来 好了 写完之后 那怎么写回GX 出来呢? 小心 GX 我们用Vortex 去表示 Vortex 是什么呢? 就是A X 減回 一个 的 左标 Vortex X 左标 再加Vortex Y 左标 OK 留意这里 M 不是代表一个Single 的Variable 是代表整抽的 整抽算式 所以我们就会写回 形容回2 为什么呢? 因为 FX 变成GX 只不过是在 打横和上下移动 它没有增肥减受 因此 X² 的 coefficient 没有变 留意这里 就是X- 藍色 现在Underline 就是Vortex 所以我会写 括弧 K加18 再生括弧 黑色筆 括弧的Square 到后面 红色筆 就是Vortex Y 左标 所以我会写 加K-6 这样 这样写 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要的答案 GX inVortex 当然你说我把负乳插进去 可以不可以呢? 没问题的 OK 但是 这个就没什么所谓 那就可以了 下面这图图 正在解释 整个题目发生了什么事 就是 Past C就说 假设T 就是这个Y GX的Graph 刚才说过 这个就是T 这个就是S 就说 O就是Origin 现在 O,S,T 是 Orphal Center O 是Orphal Center O 找回 K是多少 好了 那重点来了 假设O 在这里 如果 O,S,T 这个三角 O 是Orphal Center 的话 那 再加一条线 O 这样 那就是 互相随直 就是 O,S,随直 O,T OK 因为O 刚好就是O,S,T 的Orphal Center 所以我们就写 SLOPE O S X SLOPE O T 会等于-1 因为两次互相随直 所以它们的直线 SLOPE 会等于-1 我们就写 K -6 -0 over K 加18 -0 乘回 K加8 -0 over K -0 会等于-1 那就是 就变成 K -6 乘回 K 加8 就等于-K 加18 全息除2 所以 K 加12 乘回 K-2 等于0 又会得到 K等于-12 或者K等于-2 K等于-2 K等于-12 要不要呢 不要的 因为 题目说明 K是 positive concept OK 好多同学留下这个 所以这个要Reject 那整个数据呢